各位朋友,各位菩薩 大家晚安,大家好 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還是看李秉蘭老居士的內典講座之研究 我們科判 昨天代表字已經圓滿了,今天剛好從以六名詞典故開始 那我們一樣 我們以這個版本好了,這個好像比較好 英國前面 科判名詞亮空 一樣複製過來,好多 沒關係啦 一起來吧 一樣貼上重文字 貼了之後怎麼辦呢,我要回到前面編輯的地方注意看 Shift F5件 就是一開啟文件,你可以到上次編輯的地方一樣,Shift按住 讓F5件 有沒有 名詞點路剛剛貼的那個 插入點 就到了 這個小技巧到學,趕快給他做個標記 以的話是第二階層嘛 那 這個好像弄錯了 字弄開打 我們要重來一次 重來一次 應該是這一個才對 也不對 沒關係我們複製這一個 然後呢 一樣 這樣 一樣趕快 可是他這次竟然是 可能因為我是用快捷鍵 跟剛剛你那個 滑鼠操作不太一樣 以六就出來了 名詞點,我們空一格就好了 我們要看那麼多 好,名詞點故 這樣比較清楚 秉一是數 穩定一下 3 我們看一下這個樹狀 樹狀 是怎麼分的 名詞點或他的分 秉一到秉清 沒有在下面的 所以總共有七個 所以剛剛設了標題3 我們接下來就 F4就可以 停到這一段 他都以段為單位嘛 好,我講過這個是 彎曲的 然後 這樣而不是 你看他都出來了 那個 好多的空格 我們之後再去刪 有一個半型空格就好 我這裡看 你看得出來是黑點 他其實就是 表示半型空格 因為我現在給他顯示出來 你看不到 秉七是明目 樹木 沒錯 那我們回來 名詞點故作也開始了 一開頭的都給他 第一行 縮排兩個字 我們一樣看這個比較好的本子 名詞點故作也 佛經內容取材極 佛經內容取材極凡 觀其 三丈浩浩 萬象真羅 機器久戒 有不得不然則也 因有儀 是哲學者 於是之曰不盡難以 不過般若為是同於哲學 抽象超遠 色妙入選 而有哲學之氣氛音 又有儀是科學者 於是之曰 不盡難以 不過五名等學 不盡難以後面有講 不過有沒有轉折一下 五名等學等於科學 各以對象 統系歸納 而有科學之方法言 如若宗教也 倫理也 一介之為也 成沙之廣也 細無有儀 大無 不包 而已 胡言都 時必分科類 講述時不移籠統 於名詞 貴塑 本源 典故呢 因考出處 這樣就比較清楚了 在名詞這裡 貴塑整員 典故以後 我們一樣 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就很清楚了 文以載道 是以稱文字般若 語 語語傳情 又來了 你看又是相對位置 你看 好像寫那個便利文 或者副文 文以載道對語語傳情 所以文就是語 寫文 語語傳情 寧不曰言語般若也 言語如不達意 文字亦惠 精華 文情 巨影 大道無由張矣 經界惠事 遇之 那一小段 如畫人物 不非 頂止 依 官 極而成者也 任何部分 各有其 必須 直找之為 虛媒之細 一一錘條 觀 一折線 一筆不到 全符稱詩 經中名詞典故皆是教材 所謂同體 出 敬皆廟 寺密 中 邊 皆田 你看 又來了 你看 相對位置 是 就是這樣 啊 對不對 這樣就很清楚了 又安可侵略 又安可侵詞略比 物語顯示也在 為凡檢之機不妨省時運用 凡能不至於所 檢呢 又來了 就是這樣 用整齊的句子 你這樣就很容易讀 凡的話呢 能夠不至於所 檢的話呢 能夠近戳其要 善巧無礙 勢未得之 之路列 大概 聊共 參考 我們都整個讀一段 你對整個概念比較有 因為別忘了 一直已經四十幾集 這個經驗教訓太多了 對不對 尤其比較容易掌握 黎炳南老居士 他整個行文的一個脈絡 同訊 他一定都是先做一個提綱 像明儲者用這裡做一個大提綱 總合的稱呼 後來就在分數 比如秉一在分數語這樣 其他這個空都可以刪 打一個範型也可以 這裡留一個空 然後來名詞典故 這個詞可能就類似這個詞 我們講單字 講父子 單字 就類似名單名 這個名詞典故就字和詞 還有典故 或者我們另外一個讀法應該也不是這樣 他只要是講名相 還有詞彙 還有典故 這應該怎麼斷句 名詞典故這樣 這三件事 看一下 這裡我們做個縮解好了 就是 怎麼讀法 考你斷句 第一個方法斷句 其實要怎麼讀 應該就是這樣 三件事 佛經內容取材極凡 觀其三藏浩浩 萬象深羅 機器久戒 有不得不然則也 也就是不得不如此 對不對 不得不不用講啦 白話有啦 然是如此 得 遠已故啊 得什麼你自己 得加什麼你要從上下文去退 待會二座 這裡當然是得人故嘛 因為他現在為了 氣九戒的根基啊 機器久戒就是 道序重組變什麼 來 我們一樣做 索解 這樣不要動 動他到油 要再回來 機器久戒就是什麼 要契合九戒 眾生的根基 九戒 眾生 你看 這是什麼 天字還原嗎 他省略 九戒的什麼東西 眾生 那機單字 講不實 講到什麼 根基 所以這裡用了哪些方法讀 是不是 就是 天字 天字還原 還有 這個道序重組 道序先的 對不對 道序重組 所以方法都是 那氣是氣和嗎 這是單字 想不實 機是根基 對不對 對啊 你看 用三招合作 才能破解 所以這方法要盡狂利用 之前講過就像祥龍十八招 十八招連用 對不對 配合的用才是很強的招式啊 你不能單打獨鬥 雖然有些單打獨鬥就破解 那當然簡單的敵人 碰到難的 所以佛經的內容 對不對 的內容就是省略嘛 因為佛經是不是名詞 內容也是名詞 兩個名詞怎麼可以綁在一起 除非是特殊的 像台北車站這樣 專有名的 佛經內容不是專有名詞 所以就是前面這個名詞 一定要轉成形容詞 修是後面的內容 是誰的內容 不是我的文章 不是你的文章 是佛經的內容 所以佛經其實是佛經的 是形容詞 不是名詞 名詞轉形容詞 佛經的內容取材 他取的材料 也就是他的內容 非常的 繁雜 或繁多 繁雜繁複 都可以 對不對 單字塔 非常有極致 極端的非常 關他三丈浩浩 其實代名詞他誰 佛經 佛經有三丈 又來了 又是這個名 再來你這個也一樣 三丈浩浩對什麼 萬象森羅 對啊 所以你這個 來我們 這裡給他複製過去一起 他其實是這樣嗎 觀旗 三丈浩浩對什麼 萬象森羅 假如你不知道森羅什麼 或浩浩什麼 他其實就後面修至前面 那萬象是誰的萬象 這不是宇宙萬象 當然是 應該是佛經的萬象 對啊 對啊 也有可能是指宇宙萬象 如果是讀宇宙萬象的話 他就連後面這句讀 宇宙有萬象 森羅就好像像森林一樣深深的排列 你看那個森字 自行結構不是三顆木 樹木排在那裡嗎 那好像羅列在那裡 排得井井有條一樣 排得粒粒在木 粒粒分明 看得清楚 對 然後這些宇宙萬象 很多 眾生家當然很多啊 因為這麼多的眾生 這麼多的現象 你要 能夠契合 這所有 九界就包括萬象 對不對 根起 又不得不亂 所以如果萬象是指宇宙是 跟著後面 這個九界一起讀的 九界就表示整個宇宙 除了佛法界 對不對 那如果萬象森羅是像我們這個 跟前面的話 那就是指 誰的萬象 不是宇宙的萬象是誰 佛經的萬象 那一樣的森羅是修飾萬象排列在那裡 整齊的葉子 你也可以 查詞點 我們就不去查 浩浩就表示他浩大 對不對 浩都大 三藏十二部浩浩 八點 對不對 我們用漢浩茶 那這一篇文章 浩浩十二部 記得前面用過了 有沒有 三類浩浩 三藏 不對喔 這個三類 是啊 還是金綠論三類 對不對 三類浩浩 你看力兵好喜歡用浩浩形容三藏 你看現在有電腦很方便 逃不出我們的 小撇步 那很容易 可是你要善用啊 你這樣才看得到人家文章怎麼寫 或者可以發現寫文章的人的喜氣 他的慣性 或者他的習慣 看佛經的三藏好多啊 他的萬象 佛經裡頭你看各種各樣的法門都有 都排列在那裡 陳列在那裡 你看那個陳列就羅列 羅就陳列 羅列 羅想到羅列列在想到陳列 就單字想不死 那他為了要契合九戒的攻擊 激起九戒 有不得不然也 有他不得不如此的原因 如此 哪一個詞 詞又是代名詞 然是如此嘛 像這樣哪一亮 浩浩生羅 他為什麼那麼繁多 繁多到浩浩生羅 有不得不如此繁多的 原因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的 原因或緣故 因為為了契九戒的根基 對不對 因而因為佛經的這個特徵 他的這個現象呢 因而就有 因以有疑是 哲學的 這因以要怎麼讀啊 有兩個讀法 因以有疑是哲學 一樣縮解 第一個我們講過 以可以通合 對不對 以通合 這個很多 在 你隨便拿篇復 像我們說 王燦的燈樓復 燈樓 燈樓 隨便一篇就可以看了 燈樓復 你看燈之樓 以 四望昔 以耳 聊暇日以暇日 染絲以是所處其 實現 而寡仇 對不對 前面用以後面用 而 來連接 啊 你看 呃 再來 你看 平宣見以望遠 遙望兮 向北風 而開經 我們兩位的整齊句子 你看 你看他 剛好我們錄過來 對不對 燈樓復的句子 相對位子 有相關之意 對不對 剛好以對合 對不對 太明顯了 所以以通合嘛 負罪要這樣換用 甚至還通知 他可以改成知 平宣自 見之遙望兮 向北風而開經 都可以 他就是用一個虛字 甚至一個連接詞或功能性詞位 點綴 連接那個 磁負 磁負的那個 磁負的句式 磁負的句 所以 以有兒的意思的話 嬰兒就是什麼 嬰兒就是 嬰兒食品 要不然嬰兒就是嬰兒嗎 因為以有兒啊 你等於兒啊 那嬰兒不就等於嬰兒 所以回到課文 不就是嬰兒有 這樣 對不對 那第二個讀法是什麼呢 第一個 解讀一 解讀二呢 因就是嬰兒 嬰兒 嬰這個字就是嬰兒 那以啊 嬰兒就有拿來 等於然後我們講過了 就用 對不對 來回去看看 嬰兒 有拿來 懷疑的 可是這個好像跟後面有一點衝突 拿來有懷疑的也可以啦 這白話好像有點怪 嬰兒拿來有懷疑的 就拿這件現象什麼 浩浩三丈 對不對 還有這個煩啊 嬰兒就拿這個現象怎樣 有懷疑嗎 有懷疑就 其實有可以 省略嘛就懷疑怎樣 是數學 或者有不省略的話 有人懷疑是數學 嬰兒拿這個現象 拿這個特徵 甚至不要說拿 以還有什麼意思 嬰嘛 嬰就是什麼 憑據 憑障 因為這個你不就是憑據的這個 對不對 憑藉的這個 憑 憑 嬰兒就憑藉的這個現象 有人就懷疑了 嬰兒 因此 或者因此也可以啦 不要煩嬰兒 對不對 因此也可以 因因此 因就因此 因此 因為這個憑著這個現象 憑著這個特徵 就有人懷疑 是哲學的 那這裡應該是有疑是哲學的人 有懷疑是哲學的人才對 這個哲是德 的人 有懷疑什麼東西是哲學 當然 往前面找 佛經 佛典是哲學 那他就於是之夜講過於 我們就不再講 就我嘛 學了我老人 他說 我 人家懷疑我就幫他試疑 試疑 他又疑我就疑 你不要懷疑 我就 解釋這件事 哪件事 就前面懷疑這件事 代名詞到找的 我解釋這件事哪件事 他懷疑是數學 佛經 解釋說什麼 不禁然也 不禁如此 然都是如此 所以說 不都是如此 那個都就是禁 不都是如此 是是省略 不都是如此 不禁然也 這是什麼 又來了 畫個表格 就是 不 都 如 是 別忘了 都後面要加什麼 天之還原 那把它 完成一個表格 就 很明白了 你直接插入表格也可以 不都是如此 只不過你這裡也可以調一下 讓它內容 表格內容 版面配置 讓它內容怎麼樣 自動調整 內容大小 不都是如此 事常常省略掉 又在之間上 不都是這樣的如此 不就是這樣 這樣的情形 不都是這樣 表示怎樣 還有一些是這樣 不都是就表示 部分否定 沒有全部否定 不是全然的 所以不禁然也就是可以獨成熟 不全然那個禁又全 全部 不過呢 所以就是講哪些 是這樣 不過像怎麼樣 這是一個轉折 雖然不盡然是這樣 不過 波羅和維斯 波羅和維斯 這兩個 同於哲學 是和哲學相同 抽象 超遠 什麼東西抽象 是這樣 波羅和維斯 談的內容 很抽象 很超遠 很抽象的 而且非常的超乎 人家說超自然現象或超經驗的 然後 而且這個超是超很遠的 感覺很渺茫的 所以色妙入旋 又來了 相對位置相關 整些句子都是這樣嘛 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就是什麼 或者你道訓旋 重組都可以啊 你要用第六個相對位置 有相關之意 去解的話 那就是色妙對入旋 色對入 妙對旋 有旋妙這個詞 有色入這個詞 白話文 所以你看文念文 就是把白話文 副詞拆開來用就好 那第二個用什麼方法多 倒序重組 是不是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 色入旋妙 倒一下 妙旋再改成旋妙 怎麼變白話 是不是 自己玩嗎 像不積木重組一下色入旋妙 他為什麼要搞色妙入旋 你看這個作文 你今天打草稿 可能寫色入旋妙 覺得不好 太簡單了 對不對 太平易了 這樣 這個文句太平淡無期 對不對 平淡無期 對不對 那要怎麼辦呢 就給他 你看編導一下 所以你有時候作文 其實給他 導一下次序 重組一下 也許就會發現一個新字 杜甫在推敲詩句的時候 也常用這個方法 都傳給各位 所以杜恩章幫助作文 你可以可見一般 而有哲學之氣氛 因為他色入旋妙 而舊有 而這裡有舊的意思 舊有了 或者然後 而後舊有了 都可以 而後或舊 讀成舊都可以 舊有了哲學的 氣氛 你說這個氣氛 又來了 兩個讀法 第一個 你自行結構換部首 可以變什麼 看我們都是 這個都叫什麼 解讀 第一個我用自行結構 換部首 自行結構 兼英義 換部首 換部首 可以換成什麼 分可以加 這個部首 氣這個部首 對不對 就等於什麼 這個 所以氣氛 不就等於是 等於什麼 氣 分 是不是 有哲學的這種氣氛 這樣也讀都可以 再來呢 第二個是什麼 都不換部首 直接讀他的氣 是什麼 單字相負詞 氣就是什麼 氣味 這是什麼 單字相負詞 那分呢 分子 成分 氣味和成分 這時候要念 氣氛 對不對 有哲學那個氣味 或者氣質都可以啊 對不對 有哲學 那質在想到什麼質地嗎 本質啊 特質啊 都可以啊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你要懂讀的方法 不要只是 你幫我翻譯著詞 這個煙是無語尾著詞沒有意思啊 而真的就有他哲學的氣氛 又有懷疑是科學的 你看這個 也是算 因已 有疑對不對 然後 而 又有疑 所以你看這個有疑對有疑嘛 很整齊對不對 又 英語 你看這都是文章的連接詞而已 所以我都切掉了 有沒有 忽略不看 我們不是常講那個方法 不見題目 只見什麼 關鍵字 啊 關鍵字就這個 你看有疑 又有疑 識者學識科學 這樣那些文章的脈絡 是不是就很清楚 那所以前面我們打句點 這裡一樣打句點啦 那於事之月於事之月 不盡然也不盡然是不是 你看 可是我覺得這裡應該是分號比較好 前面也看 不過你看不過 這樣是不是很好多 讀一個另外一句也會啦 五明等學這裡舉兩個 他這裡只舉一個 佛教裡頭有五明學 這個當然要查一下 因為我們順便學一下 因為人家那天講說他培訓班的 他要那個 都要四名 五明古印度 五種學科知識技能的總稱 一聲明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們就不細說了 就是大概知道這個 你也可以查佛教大詞典 你會對五明有說法 甚至你查Google可能就有了 這個 回擊百分也可以參考 不過五明等學同一科學 各以對象 統系歸納而有科學之方法 對不對 你看這裡 同於哲學他就什麼 同於科學 這裡排版比較不整齊而已 對不對 各以對象 同於科學對同於科學 抽象他那裡 他是各以科學 這已經不一樣 那你看他 可是他後面 同於哲學後面用兩句話形容 他怎麼同一哲學 這一樣同一科學後面用兩句話形容 他怎麼同一科學 好像類似前面這句話的 補語補充說明 補充的話 而有科學之方法 而有哲學之氣氛煙 你看他構築 煙也一樣 啊 是不是 其實他 一樣的字 這裡我一看 分小段 所以這是兩個一起看的 對不對 一個一個對照你就很清楚 我這裡教你一個方法 自行把它自的元件去拉大 你就可以對得更整齊 加寬 很確定 還不行再加一點 加寬 我沒有選字對不起 應該是這裡要加寬 一樣我按F4鍵 這樣我就可以對齊了對不對不過五名等學 因為我們這裡多了一個頓號嘛所以就 那同一哲學同一科學是不對齊了 好清晰 我剛剛講同一科哲學怎麼同一會用後面兩句話形容他的同一哲學的特徵 這一樣啊怎麼樣同一科學 各以對象 統系歸納 他有用了統系的系統 統系就系統 是有一個系統有組織的然後運用了一些歸納法可能是這樣 各以對象 科學研究的主要就是研究對象和現象 對他做一番研究和解釋 所以各以 各拿這個對象 或者我們剛剛講過以有憑藉的意思 因憑藉 剛才講的 以有憑藉 因的意思 已經講那麼多了 對不對 那憲學憲用了 會憑藉著他現下做一個系統的歸納應該就是他這裡的意思 不信的話我們看一下霧文法師的講記 科判圓滿了 這個先不做 書籤了 我們看 名詞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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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對不對 你是科學也不竟然也然後呢 5名這裡有解釋5名嘛 然後 各以對象 統系歸納他怎麼講 可以把這5種 分類歸納 為科學 而有類似科學的方法而已 可以把 各以對象統系歸納 這句話解釋好乖 可以把這5種分類歸納為科學 什麼叫 他的意思可能 所以我們抓對主詞很重要對不對 他抓什麼主詞 他這個是 以對象 這個對象是指什麼 各以 以是動詞嗎 以這個對象我們剛說有評階會用 用是誰來用耶 你看他變成怎樣 把這5種誰把 當然是 我們一般人 把這5種 分類歸納 照他的對象 就照又一致嘛 依照 憑藉的 他的對象來 做一個統系歸納 所以這裡反而是怎樣 這裡反而是 我們研究者 研究他為什麼像科學 佛經像科學 可以把這5 前面5種一名 因為我們剛略去了 所以不知道 原來他在 還呼應前面的5法 所以可以把這5種分類 歸納為科學 照他的類去歸納為 而有類似的科學法 這樣 那我們剛讀的是以什麼 是說佛經本身他會以 他研究的對象 對不對 他會以他 闡述的對象 就好像科學研究 某某對象 然後 做一番 系統和歸納 成為一個原理 或者學說 或者他的 見解定律 那這個對象是指他研究的對象 就不是這5名對象 可是他這裡 物文法記的反而是怎樣 各以對象 這個對象是指誰 是這5名 把這5名 歸納 分類歸納 就指 統系歸納 把這5名 以這個5名 看他是對哪一個對象 把它歸納到哪一類的科學 懂嗎 這兩個讀法不同 我們都先並存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好像也不一定正確 所謂的正確就對錯問題要回二座 我們現在根據的二座 斷章期太短 整篇內裡想說都看完我們再看他到底要表達什麼 可能也可以 對不對 這裡有奇異一樣的不要這個 我有科學的方法也 他這個是說有哲學的興奮 這也是說有他的方法 表示佛經裡頭也有科學的方法 我是覺得 帶回這裡的二座應該我們講的比較對 是說佛經研究各個東西 對像他也是用運用了系統和歸納 歸納為組織一個系統 這種方法就好像科學的方法 那佛經也是研究萬象 對不對 眾生根系 萬象生羅 剛剛提過萬象也可以指 宇宙萬象 他怎麼研究也是用系統歸納的方法 所以他才說而有嗎 誰有 主詞當然是 佛經有啊 佛經有科學的方法 就知的 我覺得我們讀的應該比較對 問法是他 傳的可能比較有問題 至少就這個來講 由這個後文來判斷 佛經有的科學方法 他有的 所謂的科學方法最有名的就是演繹歸納法 那佛經也有這個啊 所以他這個關鍵字我們說過不見題目見關鍵字 此見關鍵字 歸納 他有這種歸納的方法 那表示他跟科學方法一樣 所以他有科學方法 應該是這樣才對 不是說把五名 然後各以他歸屬於哪一種科學 然後把他歸納過去 絕對不是這樣 應該是五名裡頭用的那些方法 其實就是科學方法才對 因為五名也是針對 佛要解釋宇宙人生 只是想用的方法 裡頭用的方法應該就有系統 有歸納 那這些方法是同一科學 的方法這個應該才是他要表達的 其他的其餘的 若忠孝 比如忠孝 比如 比如的乳 若等於乳嘛 乳就比如 其他的比如 比如 比如什麼呢 像宗教呀 倫理呀 比如說像佛教 除了像哲學 還有 像科學之外 其他還有比如像 宗教啊 他有宗教的性質 還有倫理學啊 教你人文道德 人倫道德性 對不對 一界之 他這應該是點點點 不管是哪個領域 好像都有佛經的影 佛經無所不包嘛 取財即凡 對不對 因為他要棄九戒根性 他不能局限於 只是宗教 只是倫理 只是科學 只是哲學 他是超範圍 整個大同性 所以他說 後面是比如說 一界之為 像一個芥菜詞那麼小 小到極為之為 就幾乎沒有 一個芥菜詞那麼小 一個芥菜詞的微小 微秒 微秒 也可以寫這個秒 渺小 沉沙之廣 一個芥菜詞很小 如果大的話廣大嘛 前面講小後面講大 沉沙這麼多這麼大 像沉像沙 像海沙 灰塵 對不對 那麼多那麼大 這個廣 因為他多所以他翻譜的範圍 是這樣子 細無有儀 細對應前面的微 所以有一個詞叫微細 小的呢 他沒有遺漏的 大對應前面的廣 你看人家作文 前面用微後面用細就微細 細微 前面用廣後面用大不就是廣大嗎 對啊 所以我們剛解了 沒錯 上下文前後文幫助你 理解 大是無所不包 而已啊 啊 那佛經的範圍 你看內容這麼煩 他是怎樣 再小他能夠 沒有遺漏 再大呢 沉沙之廣也沒有不包的 他就是這樣 就是而已 就是這樣 沒別的就是這樣 就是而已的意思 就是這樣到此為止 你不要懷疑他就是那麼大的 以有止的意思 而止 那就這樣 顧研究時 研讀時 不時不疑 龍筒 你看我怎麼知道念龍筒 字形結構這多好 對不對 他故意用這個筒 也許不是故意啦 我們現在習慣都用哪個龍筒 換部手可以換什麼 第三個 字形結構 換部手 換部手 有方法 那換什麼部手 人部 換成竹部 是不是 竹字頭的 比如說 這個 這個才是竹字頭 變成什麼 龍 筒 哎 筒還不行 龍可以換竹字 佛我弄錯 那筒 筒不行 我們是寫這個筒 統一的筒 一般是講龍筒 只不過前面可以換後面不行 後面換竹字從那邊這樣 看人家有沒有這樣講龍筒 不管是龍筒 或龍筒 不管怎樣 他應該這個都是雙生 蝶運 龍和筒 你看都蝶運 蝶一樣 生母有點不一樣 這叫蝶運連綿詞 有一個詞會叫連綿詞 連綿詞 就是他可能 每一個字你不能單獨解釋龍什麼意思 筒什麼意思 你一定要合起來龍筒 雖然那個筒好像有統一對不對 有含義 可是因為剛好他就像我們翻譯 有時候英譯還兼義 翻外國文章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說秀 翻英文的秀 他其實聲音 兼表之意有 像我們說引德 有一個翻譯翻 引德 就是英文的index 中文翻譯 那意義的話就是什麼 索引 這是完全的意義翻他的意 可是引德 是 翻他的英德 index 英義包含意義 把他引出來得到一個結果 索引不是也是這樣 所以引 判引 這是意義 銅用那個銀 這是音義接意義 這個是類似這樣 可是一般 連綿詞 有分雙生的 跌韻的 這是跌韻的對不對 這種 你通常不能拆開來讀 像這個銅 你不能說銅是什麼 龍筒 他就表示龍筒的意思 那又有人寫這個龍筒換手部 有沒有提手旁啊 就是什麼 龍 銅 銅可能也是這樣 是不是 類似這樣 這個龍筒 不信你去查一下詞點 他會發現他還可以做哪些寫法 就知道 韓虎龍筒 對不對 龍 筒 龍筒 他標準要念二稱筒 龍筒 其實就是龍筒 你看你讀字典你要知道他到底 韓虎是他天字還原 補進去 其實他只是龍筒 解釋龍筒 他這裡竟然沒有講說龍筒還可以做哪些寫法 來 也做龍筒有沒有剛才講 踢手旁 那還可以做這個他這個沒有統一起來對不對 其實還可以做龍筒 可是這個的時候是要念三聲對不對 跟這個念二聲是不一樣 結果這個龍是反而念二聲 這個龍反而念三聲 龍筒 還有念標準要念龍筒 龍筒 其實一樣啦 我們講過聲調不重要再次證明對不對 表意還不是一樣的意思 像我今天有一個同學順便提一下 他很用功 他 這個 傳來一個 這個 我們看一下全移莫抗行不行 對不對 這一個你看你應該錄影還看得到 像這個解釋李白的詩句香奇秒云翰他一定要念成莫 其實他的秒還是高遠的意思 他說現在人 苗念 俗 一般俗 俗就是一般人 稱念作苗 是錯的 一定要念莫才是有高遠的意思 太 固執了 太武斷了 即使是錯的 人家積非成次的語言的定義 有什麼關係 像我們嚴正 嚴正你說一定要念嚴正不能念癌症 人家就喜歡你念癌症 圓仔牛仔褲你一定要牛子褲 像靜聯 我今天 上課才學到靜聯 我們都說靜聯抽筋 靜聯 標準一定要念靜聯 居職這個 不需要 這個叫好行小會 小智慧 這有什麼大學 除非說你念莫是其他的意思 有別的意 對不對 一樣還是高遠的 沒什麼新鮮的東西 只因為讀音不一樣 就受人家受 受什麼學問 那個 沒有 而且語言他就不是認識語言的本質 錯的他也會變對的 人家都這樣讀了他就是對的音 你不能說本來是這樣 是本來死掉了 古時候是這個音 又怎麼樣 人家現在都變這個音了 你也只能接受 對不對 雖然知道本來好 你知道對的是沒錯 要知道對的 可是 有時候語言這是很無可奈何的 所以我們不能說 一定 這就居止 就像這個 一定要標準要念籠童 不能念籠童 太故事了 重要的是這個意 絕對不是 因 在因上面打磚 沒什麼大學問 因是為了我們研究表意的 自行結構 我們為什麼要 學這個什麼轉什麼轉 最後要讀懂他的文藝 義才是王道 因是藉由他 因是工具 義才是我們的目的地 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學佛 人家如法御者 不是嗎 好像 這個祖法如法御者 好像祖法 你不能過了河之後 還要背著祖法到處跑 祖法就可以丟了 因就可以丟了 你管他念什麼 重要我解讀了 我懂他要表達什麼義就好了 所以中文跟拼文字 大差別就在這 所以他為什麼可以活到現在 他表意了 因隨便便管你 意不好 英文拼英文字 未聞那種拼英文字 英跑掉完了 意就亂了 就是這樣 中文唯一的優勢就這樣 他英跑掉雖然會影響意 影響的程度有限 有時候還是可以 意思還是會 他的正義還是會被保留下來 你不怕 講述時不宜龍統帶禍 含糊龍統 然後念標準龍統 就像康苗一定要念末 不能念苗 意思還不是一樣 能比到高明 小會 可是你看我們之前跟你介紹的 香齊苗雲漢 一般你看他這個解釋還是怎樣 對不對 他還是解釋 相約在 遙遠的銀河再見啊 哪裡 對不對 互相醒醒 變各自三 你看這也是啊 最後 久最後我們變各自三去 他都沒發現是用 我最欲眠清雪氣嘛 好英明的我最欲眠 這個意 找不到 搞得用小智慧 對不對 你看 喔 然後 無情有引進入忘我的境界 然後忘記自己的子孫 然後 一個與月交往 相其相互 互相約其再會 在哪次再會呢 你看 苗遠的銀漢 他後面好像有提到 對不對 還是 指 天上仙境啊 那我們放大鏡看一下 這裡用作天上仙境的代稱 對不對 雲漢就是如銀河 那還不如我們把銀漢讀成時間嘛 那 渺如雲漢的 一樣的久遠 什麼東西渺遠 我們相其無情的交遊 這個友誼 像銀漢一樣的長遠 永不變心 這才有不同的意嘛 你這個還不是 連末了 結果意思跟人家一樣 遙遠的銀河 再相見 兜圈子 花這個時間是讓人知道 學讀懂解讀多重要 你才有自己的正義 不要被人家牽著走 或者耍一些小聰明不可貴嘛 你讀懂是要讀他的意 不是意義才是最重要的 行和因都是工具輔助 這工具 行也好 自行也好 自義也好 是為了保存這個自義用的嘛 我們要跟古人溝通 主要是人家有說 有一句話就得意妄言啦 得到這個意就忘記他講的話了嘛 那才是重點 語言只是一個表達的工具 重要是他要表達什麼意 那個意思才是最重要 那個才是王嘛 其他都會有他的臣 不要兵竹倒日 扁墨倒是不是 我們這一節課應該到此 後面還蠻長 沒關係啦 反正應該大黨就一個段落 好不好 都念過一遍 然後這樣就OK啦 那語言名詞 他接下來前面是說不能農統 那怎麼不能農統 後面就細講 在名詞 就是在名詞這方面我們要跪 你看我剛這樣分不是很棒 就好名詞 在名詞這方面我們要做這件事 在典故這裡我們要做這件事 就很輕 然後後面又繼續在講 那意思就是在名詞表示什麼 別忘了名詞典故有沒有 所以他現在在詮釋這個 科判的 他這個平文商科判的墓 前面都講過這是他的皮木 標木對不對 在名詞這方面呢 我們要 你看貴和陰是相對位置有相關之一對不對 貴就是陰嘛 應該怎麼樣 貴就是貴重 以什麼事為貴 那一樣 以這件事為貴 就是表示你應該要做這件事才對 不是一樣 就換詞而已 我們名詞這方面 在這方面 於是在嘛 在名詞這方面 碰到名詞的時候我們要 去 溯本源 這個名詞的本源 是從哪裡來 追溯他的 本來源頭 也就是以 你如果要翻譯 解讀翻譯 這句話的話就是以 要倒過來 再加個以字 來來來來 縮解吧 客氣什麼 貴 審本源就是 以 審本源 為貴 是不是 要以這件事為貴 我們之前好像不知道在哪學過 他前面這種是動詞 原來貴 不是動詞 原來貴是指 形容詞 貴見 或地位 是名詞 貴者 見者 這裡轉成動詞 像這種特殊的動詞 轉品後 修辭學有一個轉品 就磁性轉變 為什麼不講轉性 轉性會想到人的轉性 不管是性別還是個性 他就講轉品 其實就轉性轉磁性 轉就是變轉變 變這種磁性 名詞或別的磁性 變成動詞用 通常都有這個特色 這個動詞就變成 以什麼什麼的 他後面就接著這個 為他本身 像貴的話就是 貴什麼 就是怎樣 以什麼什麼 為貴 這個貴字就變成 以什麼什麼為貴 這三個字 你要還原他的話 就這樣倒 也有點類似我們道序重組 對不對 只不過他道序重組 還添字 可是他的文法結構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這種特殊動詞 他原來名詞 或者形容轉成動詞 變成以什麼 那這個什麼什麼就是放在這裡 什麼什麼 有沒有 什麼什麼 原來接在貴後面 現在放在以和為貴中間 對不對 有呀 所以你就會 那你這個音就不行 因為音他不是動詞 考才是動詞 所以你剛剛 那個 對不對 對 這個說也是動詞 可是他前面那個貴還是動詞 那個音就不能說是動詞 應該怎麼樣 You should be 應該是助動詞 沒有真的 除非是我答應你 我回應你 那個音 是動詞 可是 這裡是應該 應該 我應該做這件事 是做才是動詞 應該是助 幫助他這個動作 就在中文文化還是主動詞 不是真的動詞 這就不能這樣 以什麼什麼為音 好像也可以 以考初術為應該 我們回到了 好像也可以 所以你看我不一定對 對與錯就是有意 只要有意都對 然後不能這樣 雖然音好像不是動詞 不能這樣讀 可是 假如說 音就是 音什麼什麼就是 以什麼什麼為音 為音就是什麼 為應該 為音 應該 應當去做的事 都可以 對不對 一樣 以考初術為應當做的事 為事當做的事 也可以 也可以 教學相長 也學到 所以 對不對 以這件事 可是其實不用那麼複雜 我們用白話文讀 應該要去考察他的初術 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還要以這個為音 可是貴就不能拿 白話文沒有這個意思 對不對 貴 也可以啦 貴重 著重去塑其本人 也可以 貴想到貴重 重再想到著重 三隻想複雜一個追一個 對不對 所以碰到名詞的時候要怎麼樣 要去追溯他本人 碰到典故的時候 有沒有 所以他現在全是這個名目 名詞典故 典故的時候要考他 典故的初術 就有點類似我們開心視窗前面講的異處 翻譯的處所 有沒有 什麼是逍遙元 典故 那什麼是什麼 那個 匹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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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德行垂相 這都有典故 匹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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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券藏在裡面 這樣一券一券帶來中國 了不起 那時候我們沒有讀 因為我們 專業也知識不足 可是也知道那一定跟典故有關 一直沒砸錯 因為我們那時候抓 關鍵字去查竟然也沒查到 結果 後來應該怎樣 你只要查 鵬和鴿背 鴿鴿應該 有人也念鴿背 鴿背應該是這個字 不是鴿 鴿鴿才對 鴿鴿才是鴿 背是另外一個字 剖鴿鴿 剖鴿刀剖開或刀剖開手臂 可能就查得到 之前抓錯關鍵字 點過你再抓對關鍵字就好多 就像我們講那個李白 最後鴿鴿分散 我抓罪和分散 我罪玉綿 清且去 他是用去不是分散 假如你用分散去查還未必查得到 可是至少你看到這個 他同意字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關鍵字 至少是一個切入點 你至少 像剖開 鴿背 假如我用剖和背去查 剖開割背 你看就有啦 波拉密法師 波拉密地 法師剖背藏經 所以他不是剖薄 他是剖背 你看你用剖背 就查到了 點故事這樣來 是不是 所以我們這裡留下來 我們剛好那個縮解 剖背 那時候這裡的時候沒有提到剖背 對不對 這裡剛好 用剖背 就是關鍵字 去查 關鍵字 去查 這是用點 第10個方法 用點 好 我們把這個網址寄一下 就可以啦 因為這個教材我們會上傳到時候就可以去查 原來是有這個點故 那這個沒錯 這個就是 玄奘法師 西天取經的故事 好 你看 我們位置跑掉 還好我們是開心知道 關掉又回來 上我們的課 對不對 很方便 好 這樣就知道 典故 對不對 所以剛剛舉個例子 就這樣 像波拉密 波拉密帝法師 剖背藏情 把人眼鏡穿到中樓 文以再到 予以傳情 對不對 所以讀文章切記 第1個字讀到最後 要這樣嘛 紅甘去看 眉目就好清楚 事以這個講過 對不對 來開心視窗 對不對 之前事以就是所以嘛 講過 事就是所 以就跟所以的 以不是一樣 所以它是什麼意思 因此要倒過來講 事就是此 以就是因 那沒有人說此 此因是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因此的意思 倒過來 因此 因此怎麼樣 一樣我們關閉書上會回去 因此怎麼樣 稱文字波羅 因為文章可以拿來 拿來就是以嘛 拿來 載負 背負的道理 對不對 就表示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重要是意嘛 道就是有它的意啊 你要表達它什麼意思 什麼道理 你要藉由文章語言來表達 所以文章是工具 載到的工具 就像剛剛那個還 一定要念什麼音才行 又不是密咒 密咒這個一定要的 因為它有它的功用 這個不是密咒 是表意載道 載道的文字 文以載道 因為要念載 讀動詞是念載才標準音 可是你看 我們習慣也是唸 至少我也是唸載道 是一年半載才會唸載 你看載什麼時候才唸載 一年半載才會唸載 其他都唸載 我覺得平常像我們下載的東西 不會唸下載 都是唸下載 下載 大陸我想也是唸下載 你看這個 到底說載是標準的嗎 太居止 反正 我講載你聽得懂就好 我講癌症你知道是什麼嗎 意已經傳達 道已經傳達了 所以說稱文字波羅 所以剛剛講過事意就所以 所以稱作 稱什麼東西叫文字波羅 稱文字為波羅 應該是這個意思 所以有這個名稱叫文字波羅 對不對 那語以傳情呢 語字用來 用來就是語字 拿來 傳達感情 那寧不約言語波羅也 可以不說嗎 寧就起的意思難道 不是寧願他 可是一般當起難道的意思 唸寧 好像是嗎 不是 當信才是怎樣 那還是唸寧 有一本字典我記得好像大陸版 詞緣修令本他要唸寧 才有起難道 的意思 你看 灰詞點把他唸寧 一般有些唸寧 像 北方有家人 絕世而獨一 這個岳福斯 寧不知清晨 與清國 家人 難在 哪裡不知道 會清晨清國 可是家人 實在難勝的 所以我也沒唱 清晨清國 就是這樣來 絕色家人 絕代家人 剛剛我唱的這個調是已故的仙師 王更生教授 因為我 授過他的課 他是我的 和尚 清教師 沒錯 是仙師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他也已經往生了 我的恩師 王正恩老師也往生 所以真的要學佛 人都逃不過這個 其他真的都是假的 像海星老和尚 這些世間學問 真的 時候什麼都帶不去了 什麼都沒了 只留下自己的夜席而已 唯有夜學生 難道 不稱作 不約就是他前面用稱 你看相對位置相關之意 難道不稱作言語般若嗎 文字可以載到所以稱文字般若 言語也可以傳情 這也一樣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不要真的以為是傳情情勢感情 那個情表示 就是有意義的東西 不是真的只是你耍脾氣那種情 佛羅跟菠蘿什麼關係 耍脾氣還談得上菠蘿 言語如不達意 文字亦惠精華 這就是言語 不管是文字寫出來的 還是口頭上的 他一樣都是為了要達意 剛才講意最重要 所以叫意義 意的正義 對不對 就是道的意思 他要表達的道理是什麼道理 什麼意義 對不對 言語假如 如果 不能表達 要表達的意思的話 文字亦惠精華 來囉 他這言語是指什麼 可能是文是經文 於是我們現在要講座的 對不對 假如你不能表達 我們要講的經的話 可能是這個意思 那所以經文也會就會 相形施設了 他的精華就會隱晦起來 隱晦不明 會暗不明 有這個詞 會暗不明 隱晦不明 陶光養會 會都有暗的意思 會暗不明 我們加個暗 會暗就不明白 他的精華就會 不明白 要有言語去闡述他 對不對 那如果文情俱隱 大道無由張矣 對不對 你看所以這幾個字都要靈活去讀 應該叫語情嘛 語對情嘛 怎麼變文情 因為 情是對應矣的 假如你語言不能表達文的話 他的情就表達不出來了 對不對 那就是他這裡情 所以我剛剛說這個情不是一般的情是什麼 道情 真情 我們說情報 那是不是感情不是 情報是真相 我們說情況 情況 都事實真相 文字和他要表達的道理 你可以這樣相對讀也知道這裡情不是一般我們以為的感情就是道理 都會 影會 你看前面用會後面就用影 所以有影會這個詞會嘛 影會 對不對 有 你看人家作文對不對 那也可以說文字易影清華文情俱會 大道就無由張 這個張就相對於影和會 被影會起來了當然就不能張明 張顯 所以有一個詞會叫明顯 顯 顯明 大道你看 沒留這個道嗎 對啊 你看這裡又討論文與情道的關係 文 與情 道 對不對 這很明顯 他這個是 這算一小段 跟前面好像不太一樣 可是他為什麼接前面而來 就是你要作息本源考出處嘛 你這樣才能傳呼 他要表達大道 如果你這個都不懂的話 你的言語也就不達意了 文字的易影會 是什麼典故 名詞是什麼來由都不知道 大道要表達大道當然就影會 所以名詞典故也是講 講座裡頭一個很重要就是分在以六 這一顆 然後這裡 道理大概就講解完 所以禮賓難道其實你看要是最末誕就拿比喻再來說明 我們複習前面的 然後今天幫 那個 那個我的同修講解那個看的稿子 序分有沒有他最後就拿蘋果做比喻 這裡也一樣對不對 這裡拿什麼所有比喻 這裡是以繪畫 來做比喻 比喻這件事的代名詞又來了 代什麼 代前面這個 名詞典故之重要 還有言語文字之重要 啊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我們繼續看 不要下那麼早的斷言 先推測這樣就好像科學先有假作 後來要 接著要做實驗來證明 現在我們藉由 憑藉的 或者把畫 畫畫這件事 借過來 來比喻他 比喻我們前面講過道理 好像人來畫 我們要來畫人物一樣 要畫一個人物怎麼樣 無非 無不是 非就不是嘛 沒有不是 就沒有超過這個範圍 沒有 不在這個範圍裡面的 沒有不是怎麼樣 頂 頭頂和腳趾對不對 還有呢 衣服和帽子 一個字一個字 就讀啊 頂子宜觀 集而成者 畫一個人物不就是這些把他集成的嗎 集成者也就可以了嘛 那為什麼要加 要講 你要收集然後才能 而後而完成 這兩個文意雖然一樣 語氣不同 對不對 這也比較拉長的意思 也有強調 收集成完成 只要你直接集成 就集成就帶過了 對不對 所以有作用啦 一字的斟酌 人家為什麼 有個詞會叫 字真聚酌 就是這樣嘛 每一字句都會斟酌 每一字 一樣啊 插這一字還是有講究 收集之後 把它 化成 這個者又是的 的情況嘛 就像這個的樣子 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就借畫畫這件事來比喻嘛 好像我們畫人物 無非就是把 這個頭頂啊 頭啊 腳趾啊 也是全身 還有包括衣服 他戴的帽子 對不對 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化成一個人的情形的樣子 這個情形 任何部位 又來了又省略 什麼東西的任何部位 人物的任何部位 往前找 對不對 這都天字符如法 這個嘛 人物的任何部位 各有其必須 都有其 各有各 他的必須 那個他的是指誰 各部分 都有他必然 需 要完成 叫必須 我們之前好像講過 虛有待的意思 要待一個條件完成 你才能算完整 否則都不算成立 所以叫必要條件 必須 必定要 完成了 要畫到 任何部位都不能漏掉 所以後面提到什麼 直找之為 這麼為系 好像有點這個 對不對 有點類似這樣 虛眉之系 前面用為後面又系又來了 前面用為 後面又系 看到沒有 文章要這麼多 你對為系 自己以後就會用 對啊 直找之為 只是像紙啊 手指頭和紙 前面的這個 枣 枣是指指甲 或指尖 虛眉虛 就胡虛嘛 眉毛 之系 一根一根的 寒毛 對不對 那衣服的 一個垂 一條 衣服有垂線嘛 比如你看我這個 對不對 這個 佛珠有線啊 衣服可能有一些線啊 他的 一條垂下來的 一條 或者說衣服這樣垂下來 對不對 他有痕跡對不對 這個就一條 也可以指這個一條 不一定是線的一條 那灌一折線一樣 灌 帽子 要念關啦 當名字念關 關的一個折線 關 可能有折線嘛 那個 也可以寫這個折 那個折線 好像一折 關折也可以寫這個折 對不對 也有幾折 這樣 折線 所以這個線不一定是線頭 就是那個痕跡 線痕 痕跡 只要有你一筆 所以都必須嘛 我那個刪掉啊 不要影響太遠了 只要你有一筆沒有畫到 不到是什麼東西不到 都省略了嘛 這裡講畫 你可以用前面的繪啊 繪畫 繪畫 對不對 不是廢話 是繪畫 一筆沒有畫到 整幅 全幅就完整了 那全幅都怎樣 稱作 是一個瑕疵品 是一個 不完全的 是一個失敗的作品 瑕疵品 單字想覆是瑕疵 稱作就是被人家評論嘛 評價作 或者批評作 那個失敗的作品 那一樣的分號啦 這個是講比喻 我們講過比喻有 三大元素 第二是御醫 這就是御醫啊 畫畫這件事 凭借的畫畫這件事來比喻 他的本體是什麼 經 經中的名詞典故 這就叫御體 那這裡御就是御詞啦 比喻嘛 如就是御詞 比喻的那個詞彙 那個智慧 比喻就是三元素 御體 御醫 御詞 那 經中的名詞典故啊 就這裡來講了 我們前面是提經中的科判 經中的文體 經中的內容 那經中的這些名詞典故 你看我們前面科判是講 怎麼去分他的部類 怎麼去他的主題類別 這裡是講裡頭 經句裡頭用到的名詞 和典故 你就知道他這裡談的部分 是不一樣 那這裡經中的名詞 和典故 都是教材 都是我們可以宣教 講作 宣揚的教材 所謂童體 什麼叫所謂童體 初境皆妙師 還是說 你看所以 不要忘了 斷章起義 不要停在這 瞄一下後面 我剛剛一直停下來是什麼 不是 不是 那個 冷場 就在看後面 你看 對啊 是說經中的名詞典故啊 都是教材 所謂 這是經裡頭的一個統體 就是整體嘛 就是全體 你看他前面好像用整了對不對 他就避免寵物 用寵 一個統一的一個全體 所謂就是正所謂 就是我們一般說的 一般說的那個說就是位字 說的 的就是所字 一般說的 同體 那一般 就是他省略的主詞 這個所是誰的所 一般所謂的 同體 對不對 他主詞的一般 有一般人 對不對 一般人 所以這樣你就會讀 會讀什麼叫所謂 白話文才能說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講位也有講 所以 講的 格是所字 同體 統一體 所以你不能說把名詞典故略去 不講 對不對 那你這樣經文也講的不完整 所以他就說出境皆妙 是密中皆田 又怎麼可以這個安設和 又怎麼 可以 輕此略比 物於顯示者哉 就是你不要說我講經這個可以略去不重要 不行 不能輕忽這個東西 這個部分哪個部分在名詞典故 然後也不能略忽略 略比就忽略 忽略那個東西 還是指這個東西 或者說你今天只中名詞典故 不中科判也不行 中文體不中名詞典故不行 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同體 所以這裡當然專講名詞典故 你不能 民詞典故 就用 還去考究幹嘛 經歷也不是特別在那 錯啦 經歷 有時候要藉由這些 去得到彰顯 對不對 就像我們前面 剛剛舉那個例子 異觸 當你考出這個名詞典故 對不對 這樣那個典故你才知道 哇這個法師 對不對 才接觸人感嘛 那裡頭還是藏著大道啦 我們紅髮 我們不是也叫少龍佛龍 紅髮禮神 怎麼紅髮這些都是我們的 前嫌榜樣模範 是不是 對呀 你不能輕此略比 所以 讓大道無由彰顯 沒有理由 沒有憑藉 這個由就是理由 或者憑藉 沒有由德 由哪裡就從哪裡得到彰顯 從哪裡 從你的要表達的文或情 剛剛那個吳有好像比較沒有講 因為白話也有這樣講法 我們就有點略去 可是還是可以講 我們是 不是 故意 列去啦 你也是每個字要讀懂才真懂 所以即使你看 像虛眉那麼細微的 指導那麼細微的 你都要講解 你不能給他 就略過 就像我們現在一個字一個字都要講解 剛剛還回去補充講 無由什麼意思 對不對 這才真的叫一起讀嘛 真的懂文言文啊 真的懂 寫文言文的作者要表達什麼 你的文言文成度 甚至國文成度 白話文成度 也才能因此提升 這個不語也可以寫不語 不給他 給予的給 因為單之強那個給他 不給他顯示 讓他明顯的 然後展示出來 你看顯示又來 顯示白華有這個呀 什麼叫顯示你懂嗎 單之強不止就解 明顯的展示出來不就顯示 明顯的呈現出來 這是翻譯嘛 不用四字 對不對 明顯的視線出來 我還用四字也可以啊 不是一般的視線 是很明顯 所以不單要講名詞點故 還要讓他顯示 很明顯的 讓觀眾 聽眾聽懂 甚至感悟到這個點故 名詞背後 能夠 激勵人心的 感動人心 或表彰這個 功法立身偉大的 這個情操的 對不對 所以都是教材嘛 不要忽略他 那這裡 前面用好幾次 我們還畫那個框號 現在慢慢幾乎都懂了 對不對 所以 一整體就是你不能分 剛開始和最後 剛開始 貴後都好 就像吃蜜一樣 中邊皆甜 沒有中間比較甜 旁邊就不甜 這個我們講過吃蜜 可能吃到嘴巴裡 中邊也甜的 不像吃糖果 只有中間甜 旁邊不甜 對因為他會散開 第二個你也可以想說 蜂蜜本身 你去隨便沾哪裡 到了一攤蜂蜜在那 或一盤蜂蜜 你沾中間也甜 邊邊也甜 不會說中邊比較甜 旁邊不甜 它是平均的 懂了嗎 之前沒有講到這個意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去想 這是前面出現好幾次啦 幾乎掌握到他要表達 那吃出是一開始 進是最後 那就是講什麼 本和末 你不能說知為末節就不重要 一樣 維系的都很重要 維系 對呀 這個禁我們講過我們就不說說了 有志者事進成 就事終就會成功 就禁有最終 那初 一開始 初也就是死 禁有終的意思 有志者事終會成功 對不對 有志者事進成 有進 但志祥不實的即 就好像蜜一樣 蜂蜜一樣 那中間也甜 旁邊也甜 可以指蜂蜜本身也可以說 吃到嘴巴以後也是中間也甜 旁邊也甜 不會像糖果只有舌頭甜嘛 除非你常有移到旁邊 旁邊還甜 因為他是液態的 他可以擴散 又怎麼可以親此列比 都要做 最終 不給他顯示出來呢 展示 明顯的展示出來呢 野災就相當明白化的反問詞 野災 這也有強調的意思 這個災才是呢 所以這應該是 反問 應該要這樣做啊 阿 阿就類似這個野災 為 只是怎麼樣 反檢之機啊 只是 不妨省時運用 就是你要解釋 多還是解釋少 對不對 雖然那個為系的你都不能放貨 要一筆都要到 不能不到 否則你這個講錯就覺得有瑕疵了 你好像有什麼不會講 漏趣 那甚至漏掉了 你以為是小事 可能背後的大道就因此 隱晦了 對不對 隱晦起來了 對 那指是怎樣 你要說的多一點還是說的少一點 反檢 講座的時機 這也是講時機 要說多 還是說早 那你就不妨 省時度用嘛 所以前面用機後面用時 你就知道這是講時機 你要說多的時機 所以這個姿是的 還是說少的時機 你就不妨怎麼樣 講座的人 學講座的 講經的人就不妨 你去審查這個時機 現場的情況然後去運用 靈活去運用 到底要說多一點說少一點 人家說原人說法無法不能用 或常說短託都一樣 都可 那凡呢 能夠不至於瑣碎 說的簡略能夠靜戳其要不能漏掉 重要的不要漏啊 才叫一筆都到嘛 不會變成有一筆不到 所以能靜要全部 對不對 全復才不會撐死 靜就全部 全面有強 能夠 把他的重要都 重要 都戳到 他的就是這個旗字 所以這個應該是把 他的 應該老序 能夠 一樣啊 索解吧 老序聰明嘛 能夠怎麼樣 把他的 把旗 這個旗倒在前面 旗要靜戳 啊 你看這道旗從主啊 旗要靠到前面 只是添了一個把子 所以這又是道旗從主加什麼 天之的還原 加天之的還原 很多都方法不用 能夠把他 旗就是他 他的重要處 旗是代名詞的要也是重要名詞 所以旗要轉成形容詞 修是誰的重要 他的重要處 什麼東西的重要處 帶這個嘛 我們現在講什麼 名詞和典故 對不對 名詞和典故 把他的重要處 典故啊 比如說精彩的在哪裡啊 這重要都能夠戳 把它戳合起來 抓到要領 戳你看那個提手旁 手的動作 我們戳一要 戳這個就是戳的動作 輾到 戳到 你不要簡單 簡單到重點都沒有提到就不行 煩的話能夠不至於 不至於太琐碎 對不對 三字想不如索 想琐碎 這太囉嗦啦 太囉嗦 善巧無礙 是未得之 就是 呼應前面的 運用的要善巧 而且沒有阻礙 沒有自愛難通的 沒有任何的阻礙 很圓融的 對不對 運用很明 非常的善巧 非常的有技巧 運用的很好 好就是善之 巧妙 對不對 然後沒有障礙 世未得之 是是此的意思啊 講恩辯的對不對 此 就是叫做怎麼樣 得之得到什麼 得到不會被罵人家說 你講座有瑕疵了 得之就得到滿分啦 得到及格啦 對不對 得之 得到獎賞 你得到了 可以啦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之可以當語助詞 沒有意思 世未得就得啦 OK 對不對 得之也可以得到這個好的結果 得到什麼東西 講座的好的結果 這才叫全服嘛 沒有漏掉 那接下來 之刃 我們在此 錄列大概 紀錄 然後排列 陳列怎樣 他大概的情緒 遼共三樣 什麼大概 當然是名詞 典故有包含哪些 就是後面這裡列的 對不對 所以他 我們現在後面 我們在此會 錄出 紀錄出或者就是寫出啦 寫出 陳列出 他大概的情形 哪些大概名詞 和典故有哪些 種類 哪些大概 聊且 我們前面講過聊 聊就是順帶啦 不是很嚴謹的 很正經的 聊共你 這當然是謙虛啦 良公你們現在 研究那點講座的人 參考 這共就是貢獻嘛 貢獻給你 提供給你 這貢獻當然比提供更恭敬啦 所以以前要貢獻 要貢品來貢獻給 長輩 貢獻給皇上 聊共 諸位參考 省略 就像新年快樂 誰快樂 要找對主持 找對受持 講過這個主持不要獨呆啦 他是講那個功能性 找對主持你要找對受持 聊共諸位 來參考 我們這個 名詞點部這裡就到職員滿 有滿久了 謝謝大家 今天也只能這樣 時間要休息 我的博弈列傳 準備好明天早起來講 一定要發信 我的學生期末考就 那個 好 那個 就預祝大家夜夢喜翔 發喜聰盼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運消息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